回到下一个话题之前 回应一下Daisy Story说的 他说除了英国,欧洲大陆全部是鸡蛋自由 由2号到4号的欧罗 他可以自由地吃 我讲个实话给他听 为什么英国和欧洲不同 这就是因为英国禁止了层蝶龙 他禁止了层蝶龙 其实之后就要用colony cage 就是一个龙里面有几十只鸡 其实一个龙里面有几十只鸡 只要有一只鸡会生病 那个龙里的鸡全部都会生病 其实这个就是你混养 不同的鸡混在一起养的风险在这里 不是的,就算是层蝶龙也好 那些鸡一出事就会全个鸡龙都会杀光 整个鸡棚里面的鸡都会杀光 其实他们有其他问题的 就是因为他禁止了层蝶龙以后 英国的情况跟我们这里很相似 我们这里看到英国禁止层蝶龙 当然有些国家当然会学英国 就是我们这里很多东西都会学英国的 他看到英国人在做 他不会想一下有什么后果的 有些人,他说英国都做到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做 那好了,你一做的时候 那发现了当然不行了 那些价钱当然慢慢地上升了 就是他慢慢地上升本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的 那些经济好的人照样可以买鸡蛋的 没问题的,但是经济开始不好 今年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资料贵了很多 还有英国人也很有趣的 他们觉得那些colony cage都不够人道 他们有一部分人 就是那些爱护动物那些人 他就逼某些超市 只可以买这个走地鸡的鸡蛋 就是那些free range 那事实就是你走地鸡的鸡蛋 其实那些鸡是很容易惹到禽流感的 是非常容易的,其实是让它放养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英国就缺蛋了 结果就只有正常生产的那些 就是有拢养的那些 有拢养都是四十几只鸡 这样塞在一起的 具体数字不知道,只有几十只鸡 几十只鸡塞在一起的 那你几十只鸡塞在一起的 本身的成本效益已经差过一龙一鸡 就是一龙一 这些叫做,不是一流一 是一龙一 就是一龙一鸡那种 就是,层叠龙养鸡的方法是最最最便宜的 其实,这个现实就是 好了,不要紧了,回来说一下 另外一件事 就是现在,SVB 收了皮了 有很多人就联想到 这个美债会爆煲 为什么呢? 那些人就说,SVB呢 他买美债 就是他之后 票面的息口太低 被迫要买 我又跟那些做银行会计的人 聊过一聊 有些人说,你不懂的,你不懂的 胡说,假认专业 其实我说那些跟专业有关的议题的时候 我也会找我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才说 我不会随便说 你们可以放心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网友里面根本也有 在银行做的专业人士 如果我不适合,你可以直接出来说 我是乱说 其实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银行,他买美债的时候,他会怎样呢? 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根据会计手质,他们要判定一件事 就是你买回来的美债 是HTM 就是Held to Maturity 就是持有到期 这个究竟是不是持有到期的呢? 这个资产是 最初银行是要一早决定的 根据会计制度 我理解是这样的 每家银行怎么处理这些债券呢? 其实是有不同的策略的 那如果有些银行买了美债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计算是Available for sale 他有两个方法 就是一个就是我长银持到期 另外就是 我买了债券回来 我可以随时买的 那些债券就放进一个叫做AFS的pool 这个是Available for sale 可以随时买买的 那如果你一早决定了那些债券 是要拿到尾的 那 在HTM 我刚才说Held to Maturity 就是拿到尾的池里面的资产 你在会计上来说 你就不用 计算市价是多少 就是好像之前我有解释过 我第一天讲这个话题 已经有讲了 不过有些人说我扮专业 我没办法现在再讲一次 其实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有些 银行基本上的策略就是这样的 全部买回来的那些美债 都是放进去HTM的pool 的pool里面 就是放进去要拿到尾的池里面 那 SVB 他大件事的地方 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输钱呢? 其实就是 他结果是迫着要卖 因为他不够钱 他迫着要卖一些 就是本来是 寫了是 HTM 寫明是要HTM 就是 要拿到尾的债券 他结果是要 突然之间 mark to market 就是突然之间要卖出去 因为他资金不够 那些情况 现在 那些人估计就是这样 那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那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那我们可以慢慢再分析 那 不同银行有不同策略 有些银行 他可能就是找债券管理经理 那他就是 整天在市场上买买买卖卖的债券 我理解 美国有些投行就是这样的 他就塞个人在管债券而已 总之 那些债券 就是赚到某一个水平就扔掉了 虧到一个水平又剪掉了 总之就是不断 Active 这样去 trade 就是在那里交易的 就是不断有人交易的 就是有些银行就是这样 那间间银行不同 一定要说 那好吧 就是 如果你那张债券 是拿到尾的 你中间其实 那个价格的升降 其实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想一下就是 它是没有关系的 那 当然 如果你一早就决定了 这个债券是可以买的 那 做会计的人 就会 每个月 都会计算到最后的时候 月结的时候就会计算 你的池里面 赚了多少 虧了多少 因为它是可以计算市价 其实就是这样 那如果小银行 就是 在美国小银行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 少过 七千亿资产 都算是小银行 其实就是 如果根据一些人的说法 就是 小过七千亿美金 其实的资产 其实都算是 严格来说 算是小银行 但是 就是 这个债券 是不是会真的就这么说 因为 那些人要确定 mark to market 要买呢 我说句真话 就不是的 这个 你说 为什么又说话 说句真话 你经常说大话 不是 这句说话 你留意一下 就是 我们经常都会说的 因为 有些人 是 就是 完全不理我们说的 事情 觉得是说 完全是流料 你自己去问一下 就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有时 当然 我也要说 就是 现在的情况 加加一就说 AFS债理应低息一点 其实他不是的 AFS的情况 就是 他有很多本身 是已经卖了 因为他一加息的时候 他已经 要马上卖了 那些AFS的债券 其实是 现实就是 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是不断管住 债券池里面的资金的话 他不断有买买买买买的 他就会卖了那些 就是 短期一些那些 接着再买回长一些那些 或者他倒转来做 卖了长一些 再买回短一些那些 他会有不同的操作 在不同的情况下 强性就是说 SB出了事 会不会影响到 世界资金的流向 是一定会的 那么 有些人就说 那些钱会去中国 那我就告诉你 不用这么想 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为 那些钱的源头 很多都是在美国 就是有些公司 不行 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 把那些钱 搬回到美国 所以 如果你说美债 会立即下跌倒 我就 坦白说 这个你真的不用想 真的 现在的人说 美债会收皮 其实不是 银行收皮 都没到美债收皮 就是我说他真心话 有些人当然说 你怎么搞错 你在骗人 帮美国佬说话 原来你是帮美国佬说话 我不用帮美国佬说话 就是 你说 我可不可以狂骂美国佬在这个平台 那我当然是尽量不会 我尽量说一些持平一点的东西 就是 举个例子 就是 昨天有人说 我帮美国佬说好说话 就是 晶片方的问题 也是帮美国佬说好说话 但是 现实就是 当一个大国 他觉得自己的供应链 不稳定的时候 他要 就是 重塑那条供应链 要自己做回一部分 就是做多一点 其实是不是正常的呢 其实我告诉你 是正常的操作 就算中国也会做同样的东西 就是 中国为什么 一直都要自己研发自己的科学技术 比如晶片 大飞机 那些 那些有没有经济效益的 你想想就知道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 就是 整个C919 只是可以在国内飞的 基本上 而且 多于有些市场 可以飞 不是全部 但是 有些市场 就不能飞 就是 C919 那时候有人说 为什么黄楚彪 他那间大湾区航空 只是买波音 不买 C919 他也不想 他主要 主打的航线 就是 其实是国际航线 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 这个大湾区航空 他如果买C919 那些飞机飞了上内地之后 他能不能飞去其他地方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 有些地方都没有批准 其实有些地方 就直接是跟美国和欧洲 他们的 就是 航空的管理 你CAAC 就是中国 批准了 证证 不代表FAA会批准 是几年后的事 因为一向都是 有合作的 但是疫情期间 这个合作 当然 慢了很多 结果 现在中国 不是批准了C919 释航认证 就是我刚才说的 sertification 中文就叫释航认证 FAA没有批的 就是美国的航空管理局 没有批 欧洲的航空管理局 也没有批 就是你那架飞机 就不可以去某些地方了 结果 你说 如果你是专门国际线的航空公司 你会不会买C919 你当然不会 如果是做国内线 就没所谓 你就偏排到 国内猛的飞 其实就没问题的 但是 当然 这个产品 不是那么容易 去到别的地方 VR2ZGD 就说为什么 不买欧洲空中巴士 因为欧洲空中巴士 它放飞机 如果你买A320neo 的话 单价是贵过 737 MAX 其实就 耗油是差不多 而且二手价 根据我的理解 就是波音的飞机 二手价 就比Airbus 这些是 业内的人士说的 我问过 因为之前有问过 但是 是不是这样 具体是不是这样 我不敢说 我不知道 有些事情 生活平静 现在很多国家 都没批准 C919 其实只有中国批准了 严格来说 只有中国 certified 有些地方 他觉得中国 批准了释行认证 他也接受的 有些国家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国家很少 现实就是 是少得不得了 强性 强性就说 晶片做出来 要卖先有钱 美国不给最大晶片买家 中国怎么提到钱呢 问题就是 他又不想 你拿晶片去做其他东西 其实现在美国就很严重 矛盾 就是这样 他重塑的供应链 其实就是想自己多些晶片用 某程度上 因为 如果你看回头 就是 他们有很多汽车厂 结果生产是减慢了 结果是 生产不了 因为不够晶片 那现在 那些汽车用的晶片 生产出来够不够 现在也是不够 就是你看到晶片方 就是韩国晶片方 有些人很开心 其实韩国晶片方 是有更大的问题 就是你看看 你看看 哪一个 就是做这些 就是 记忆看晶片的成本 是最低的 其实结果 现在爆出来 就是 最低成本的 就是美国的公司 就是你长江存储的 成本都不够 美国公司低的 其实做这些晶片 现在美国公司是狂立市场 我自己 我也要承认 我之前加热 也是买那间公司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有很多消费者 其实 它是 那个价格的 敏感度很高 就是当价钱高 某一个水平 他又不会买的 就是你的现实就是这样 那你说韩国 会不会说 将它减价 韩国是一定会减价的 就是韩国 它 结果又是商一锅 就是我认为今年韩国也很伤 那你说长江存储那些伤不伤 我都认为一定伤的 其实就是 那回来说美债 这个又是原先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说美债 不会弄一声就崩溃呢 因为其实现在世界这个规矩 有很多人都不是真的想说 就是 推倒它再推倒重来 就是你推倒它 推倒重来 其实 不一定是好的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其实 美国这一套 就是 供应分工啊 这套 就是世贸机制 其实严厉而是它打出来的 其实这一套机制呢 是令到很多国家的人 都能够找到吃 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 会极高速发展呢 有一段时间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最初也不是说极高速的 为什么 入了世贸之后 会乱乱乱的 极高速发展呢 这个中国人的努力 当然是有关系 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件事 就是世贸那套机制 令到你有一个方法 可以去不同的市场做生意 之前呢 这一件事呢 就要经过香港 所以之前 香港是好做的 就是 那些人说 香港人很有钱 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有钱 这些是 因为香港 就一早已经进入了 就是 美国那套供应体系里面 其实就是 你 你 你 不同意 你可以出声 但是 我说真的 你自己想一下 就会知道 为什么香港 可以 就是 人工的水平 70年代 大幅提升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但是 你主要是跟 美国佬做生意 其实就是 所以 很复杂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 有没有人想 就是推倒重来 就是 美债这个体系 堆倒它 我认为 市场上大部分人 都不想倒了美债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美债爆煲 这一件事 对全世界来说 是 就是 好还是坏 如果 美债真的爆煲的话 这个世界 之后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哈哈 肯定 是 比现在 当然 有些人很反美 就觉得 美债爆煲就可以了 但是 现实就不是这样 现实就不是这样 就是 现在 你认识的世界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 美国做出来的 那些 那些 游戏规则 那些东西 有些地方不公道 是 有些地方是不公道 但是 你推倒重来之后 推倒重来 会不会公道一点呢 那我就觉得 很难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当然 有些网友就会觉得 哇 你帮美国佬说话 我不是帮美国佬说话 我帮大部分人说话而已 其实 如果 美债一倒下的话 其实香港也很糟糕的 就是香港是 会很惨的 就是我告诉你 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搞得掉 还有就是 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人呢 其实 都是在 这个美国金融游戏里面 搵食的 而香港人呢 主要都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搵食的 你 美债爆煲 就是这个 美元金融游戏 玩不了下去 美元金融游戏 玩不了下去 香港就是 扑硬街的 我告诉你 香港就是 扑硬街 那如果你说 有个疯狂人就说 收皮 你 做多两年输 我不知道是什么 做多两年输 这个疯狂人你真是好 叫我收皮 你收皮 不如我叫你收皮 好不好 就是傻傻的 美债爆煲 其实不是等于 美国会七孔流去而死的 就是好像阿辉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说的 就是 其实还有一件事 事局一乱 其实根本的钱就自动走到美国 这是现实来的 这个是 你改变不了现实的 就是 你叫我多读幾年书 不如你自己 做多两年书 是不是 那 朱永生就说 美国带头不遵守世民规则 想推倒重来 第一个就是美国 美国呢 就不是想推倒重来 他就是想 那套制度 就由得他继续玩 但是呢 他就不愿意 就是 服从世贸的规定 他其实 现在这套制度 他当然是有利 但是他就向 自己更加有利的方向 优化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讲一句真话 就是这样 香港人民也说得对 美国不是要推倒重来 是要改规矩 改到它有利的规矩 或者它使得 给那个机制癱瘩 到最后呢 都是他最有利 就是这样 但是 你说 整件事 现在这个世贸 这种机制 是不是真的 纯粹对美国有利 我就告诉你 不是 就是 其实对很多地方 都是有利 你说 是不是想 美债爆煲 就等于外国 就是现在有些人 就是将这些东西 做等号 就是爱国爱港的人 就一定要美债爆煲 是傻傻的 就是你想想 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你就知道 根本你是九岫党比较 是不是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继续都会讲 这个SVB 因为 这件事 已经影响到 不同地方的股市 澳洲股市也开了 那么 现在他们都 就是 我只能够说 都是 很有问题 就是 现在 现在的市况 都是 就是大了 你说 跌很少 而已 不是跌很多而已 但是 你看一下 就是 跌的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 好奶 真的 不好意思 真的很奶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讲其他话题 以后再讲 有不 OP 的 词 你 这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